咱们拥有国行PS5的同学自信一点 今天又有同学问我 国行的PS5备份了港服 然后买了会员 会不会被搬机 其实这个问题 以前很多同学也问过我 冲我这个小白的宝箱这号 我也得重新说一遍 给各位小白同学普及一下 以我这个PS5国行光区版为例 自己注册的港服账号 花钱做的备份 自己恢复的备份 即便是我不买会员 在这个商店里拉到最下 这里面的所有游戏都可以直接下载 不会被搬机 比如这个实况足球 街机模拟器 还有原神 这些都是免费游戏 随便玩不会搬机 但是这里面免费游戏 有很多都是有内购的 下面说会员 新手同学我推荐购买二档会员 一档会员每个月领取三个游戏 二档会员直接玩游戏库 目前PS5游戏库还是很不错的 叫这个游戏目录 因为游戏的口味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些大作很多人都会喜欢 你不妨也试试 比如古墓丽营三部曲这一套 这里面还有战神4 你可以先不买战神5 先通过二档会员把战神4玩了 如果觉得好再买战神5 还有麻布仔大冒险 本地可以一到四人游玩 当然你得有四个手柄 一个手柄400块钱 还有这个音乐游戏也不错 这个柯纳也挺有名的 这个盗贼之海 神秘海域4 这是PS5的版本 有4K60帧的 喜欢龙珠的 可以下载试试 不喜欢再删 这个游戏也很多人喜欢 铁拳7 生化7 还有如龙系列 勇者斗沃龙 日式RPG 地平线1和2 现在都入铺了 还有最终幻想7的重制版 还有这个小猫咪 死亡搁浅 对马倒之鬼 这个勒斯方块也很上头 这是死亡搁浅的PS5版 玩这个 还有双强老太婆 蜘蛛侠 黑蜘蛛 支持120帧高刷 这个视频有点长了 一切说完的 这个叫什么类的 很多人也很喜欢 这是魂系列的游戏 想买老头华的同学 先玩这个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 暗黑之魂PS5重制版 也是二脑裤里面的 先玩 这是战神4 底特律变人 4K30帧 可以尝试一下 我通关过两次 这是一个类恶魔城的游戏 三国无双7 很老了 但是挺经典的 这是独立游戏 有点难 这是刀魂6 格斗游戏 看上去有这么多 实际上好像比这个还要多一些 胡闹厨房 两个人可以配合着玩 又叫分手厨房 这是胡闹搬家 也是两个人配合着玩的游戏 容易打起来 上面说的这些会员游戏 只要是你正常购买的会员 都是没问题 放心下载 放心就玩 以前我听说那些备办的游戏机 都是想白嫖 想不花钱就玩 比如说免费试用个七天会员 然后就不续费了 免费领取的游戏 相当于白嫖之类的操作 才容易被扳机 我先分享这么多 还有什么好游戏 欢迎大家写到评论区